你从这下手你才是个办法了 那么真的不要放下很多 只要能稍稍放下功夫得利了 就能够自在往生 所以往生这个法门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能够真的想沉浅化下 什么事情能够随缘不再跟人计较了 看到人家好 很好 看到人家错误也很好 这个我们最近念的 顺为皆顺 就菩萨教育 顺是顺境 很好随顺 唯是完全唯逆也顺 也能随顺 只要没有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对众生的 不是对自己 对自己大伤害的时候 也无所谓 也可以不计较 如果对大伤害 对很多众生有伤害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尽力来劝阻 这是为别人不为自己 自己是逆来顺手 那众生大的灾难 也想办法帮忙 实际上帮不上忙 那也是众生应该要受这个保 共业所感 那没有法子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那一组 被琉璃王消灭 佛爷师用很多方法 因为琉璃王对释迦牟尼佛很尊敬 他那个军队从那里走过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拦住路 军队就不能走了 报告琉璃王 他就说好 我们换一条路 结果几条路的时候 佛都是这样子拦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没有办法拦不住 叫供业 供业所感 这是佛实现的 教导我们这样做法 总是尽心尽力的 也没有办法阻扰 第三个问题 就是弟子听老法师讲华严精 有深深感受 欲罢不能 这算不算是当机者 如果是当机者 那为什么净刑品 谁也讲 完了我都听懂了 还不能 学而实习之 不以悦乎的感受 这个我想呢 你这个根没有根 你要真正能够享受到 你还是要把这个地子规 感应品 十三一 真正落实 你就有味道了 你这个听懂 敬心平能听懂 你做不到 你要做到才有味道 做不到就没有味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从根学起这个动摇性 你真能做到的时候 那怎么会没有道理 那法威就能 由此可知 这个三教的根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是出家 有这个根之后 还要砸出家的根 出家的根 杀你略 那是出家的根 所以佛法了 众师志 不众严肃 是真的要做到 学了要做到 第四个问题 何谓入班涅盘 班涅盘是印度话 英语过来的 那么中国人翻译呢 翻译着灭 四谊法 苦极灭道 半涅盘翻译着灭 灭就是涅盘的意思 灭什么呢 灭烦恼啊 不是别的 见死烦恼灭了 你就证 小臣的半涅盘 就是阿罗汉 那么 这个分别 妄想灭掉了 你就证大臣的半涅盘 大臣半涅盘 就是佛 我们一般讲 臣佛了 所以它的意思是灭 这个翻译的名词很多 通常用的 还有叫元吉 绝对不是说 死了就叫涅盘 死了涅盘 大家就不要羞了 哪个人不如涅盘了 那是错误的 所以涅盘不是死 元吉是 元是功德圆满 吉是清净吉命 也就是 你的妄想分别之者 统统断掉了 那个功德是什么呢 就是佛所讲的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 智慧得相 智慧得相是功德 你的功德圆满先进 你的烦恼习气 统统断掉了 统统灭掉了 这叫涅盘 是这个意思 不能够错会 第五个问题是 阿弥陀佛都成了佛了 为什么环药 半夜盘 这个半夜盘 刚才您了解这个意思 就是他的功德圆满 这是说什么呢 说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教化众生的功德圆满了 他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离开不是去退休了 别有法语 他到另外世界 去另外地方去教学 这个地方他这个教学的语言到了 所以是经上讲得很清楚 他灭渡之后 观世音菩萨实现成佛 所以接着当中没有灭法 像我们的相法 这个没法了 灭法 没有 他那里完全是真法 这个就是说明佛不度无缘之人 佛度哪些人 过去身中通通都是有缘的 不过也知道 阿弥陀佛的说明很长 为什么呢 有缘众生太多了 摄放世界众生度念佛 所以他虽然是要入半夜盘 那个时间太长太长 这是无量寿 这个我们不必去着急 尤其阿弥陀佛成佛 现在在十节 无量寿十节 那就很短的时间 我们现在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在那个世界都是老资格的 都是很早来的 下面一个问题 他本人是一位内观休息者 近几年和母亲从此走下坡 请问这是打母婴治的业障病还是身体的毛病 应该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 这个身体不好啊 要做检查 因为病痛刚刚发生的时候容易治疗 如果时间拖太久的时候 治疗就有困难 所以要找医生 那么检查的时候 最好我建议的是请中医 这个是比较稳当一点 中医还有些老医生呢 针点 中医生